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全球对高效能运算和生成性人工智慧应用需求的不断增长, 记忆体行业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后,又预计将在2025年实现创纪录的收入。 又近日报告指出,半导体记忆体市场预计将从2023年的96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234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6%。 这一增长得益于3D架构和易构集成技术的进步,这些技术不断提升效能和比特密度。 记忆体行业现在正处于快速复苏的轨道上,预计2024年DRAM收入将达到980亿美元,同比增长88%。 NAND收入将达到680亿美元,增长74%。 这一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届时DRAM和NAND的收入将分别达到1370亿美元和830亿美元。 长期来看,受资料中心等强劲需求的推动,2029年的收入预测显示将进一步增长。 DRAM和NAND市场的收入可能分别达到1340亿美元和93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7%和16%。 在HBM技术领域,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记忆体巨头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生成性AI在资料中心的广泛采用,对先进DDR5DRAM和HBM技术的需求显著增加, 同时,企业及SSD的需求也同步增长,以支持AI服务器。 右首席分析师Simon Bertlase博士指出,为应对AI驱动的增长新浪潮, 主要厂商已将更多晶圆产能转向满足HBM需求, 这一转变导致整体比特产量减速,加速了非HBM产品供应不足的过渡。 2022年底的生产削减,在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见效,预示着记忆体市场的反弹。 此外,美国的出口限制促使中国加大了对HBM技术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力度。 尽管与全球记忆体技术领导者有六年以上的差距, 中国公司决心维持在关键AI技术领域的参与, 并利用本土市场推动中低阶AI加速器的发展。 同时,生产使用中国制造的DRAM和NAND的DRAM模块和SSD的供应商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晶电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则上调了其净利润预测, 称,至少在2025年底之前,对人工智慧的需求仍然强劲。 尽管最近由于担心投资回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 全球科技股引发抛售。 东京电子财务部主管川本洪斯在一次在线新闻发表会上表示, 他们没有看到近期出现重大问题的迹象。 他还补充说,该公司的客户表示需求非常强劲。 东京电子目前预计,截至明年3月的财年, 其净利润将增长31%至4780亿日元32亿美元, 高于5月份预测的22%。 该公司预计,包括DRAM晶片在内的记忆体晶片需求将增加, 这些晶片通常用于高级人工智慧。 不过,该公司下调了对逻辑晶片需求的预测, 逻辑晶片用于处理资料中心和个人电脑的数据。 该公司表示,在人工智慧争夺战中, 一些客户将部分投资从逻辑晶片转移到记忆体, 因为先进的人工智慧需要更多高阶的记忆体解决方案。 东京电子的股价受到近期科技股暴跌的冲击, 日本基准日经平均指数8月初创下最大单日跌幅。 尽管随后该股大幅反弹, 但该股自1月份以来的涨幅已全部回吐。 川本承认,该公司的估值大幅下降, 并表示股票回购是提高股价的一种选择。 他没有进一步阐述, 因为这一决定将取决于其他因素, 包括该公司是否需要更多险金。 软银集团日前宣布, 一年内将回购5000亿日元的股票。 截至6月底的季度, 中国晶片制造商贡献了东京电子约一半的收入。 中国一直在增加对旧一代晶片工具的投资, 以扩大其供应链, 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美国对其先进晶片技术开发的贸易限制。 该公司表示, 尽管中国对旧一代晶片机器的需求已出现见顶迹象, 但从长远来看, 市场可能仍将继续扩大。 该公司表示, 随着先进人工智慧晶片投资的增长, 到本财年最后一个季度, 其对中国的销售额可能会回落至更典型的30%水平。 与此同时, 日本晶片制造商Rappless总裁小吃锤一表示, 该公司计划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慧AI在日本北部正在建设的晶片制造工厂中, 实现全面自动化生产。 此举旨在缩短与竞争对手相比的交货时间。 Rappless是日本政府支持的, 有望重获晶片制造优势的新希望。 去年9月, 该工厂在北海道破土动工。 外部施工将于今年10月接近完成, 之后将开始建造内部捷径式。 12月, 该公司计划安装小吃所说的日本首台及紫外EUV曝光系统, 这种设备可以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上形成电路图案。 该公司计划最终运行多台EUV设备, 每台机器造价数亿美元。 Rappless的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 大规模生产用于人工智慧应用的尖端2奈米晶片, 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 后两家公司计划于明年开始批量生产。 但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Code表示, 同样是2奈米产品, 这家日本晶片制造商将提供比其他公司更高的效能和更快的周转时间。 通过实现北海道工厂的自动化, Rappless预计交货时间将缩短至竞争晶片制造商的三分之一。 该工厂将负责处理前端晶片制造工艺, 例如电路形成和后端步骤,例如封装。 随着前端电路微性化开始遇到物理限制, 后端工艺,例如将多个晶片封装在一起以提高效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端自动化进展甚微, 这部分生产仍然严重依赖人工参与。 Rappless的目标是在北海道工厂改变这一现状。 随着组装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们需要处理更多的材料, 这就需要速度和效率。 Code说道, 它的半导体行业职业生涯始于日历, 后来成为西部数据日本分公司的负责人。 这一领域的竞争正在加剧, 英特尔与14家日本公司联手开发后端作业的自动化技术。 Rappless表示将与多家日本供应商合作, 提供后端生产的材料。 小致说, 过去, 日本晶片制造商试图将它们的技术开发完全保留在内部, 这推高了开发成本并降低了竞争力。 相比之下, Rappless的策略是开放应该标准化的技术, 降低成本, 同时在内部处理重要技术。 该公司估计, 到2025财年开始原型生产时, 将需要两兆日元, 折合140亿美元的资金, 到2027年开始量产时, 总共需要5兆日元的资金。 该公司已被选中, 接受9200亿日元的政府援助, 但仍有大量资金需要从私营部门筹集。 小致表示, 就目前情况而言, 由于缺乏业绩记录, Rappless很难获得私人融资。 不过, 关于简化融资程序的讨论, 正在取得进展, 比如建立政府贷款担保体系, 他还对为此目的而考虑的立法, 表达了期望。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